这一天终于来了 龙珠超超级英雄确认引进国内 1月6号上映 龙珠超新天章首页剧情公布 根据最近一段时间众多大V的爆料 以及豆瓣官网信息来看 龙珠系列第21部动画剧场版龙珠超超级英雄 已经确认引进国内 将于1月6号上映 不过 国内版本名称改成了龙珠超超级人造人 距离日本上映已经过去了半年 官方蓝光碟已经发售 网上已经有高清资源了 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对票房造成影响 能够引进还是力大于弊的 因为影院下线之后还可以上线流媒体 粉丝们可以反复观看 龙珠超超级英雄日本票房 龙珠超超级英雄在日本的最终票房 只有24亿9300万日元 考虑到制作成本以及宣发成本 龙珠超超级英雄在日本不但没有赚钱 甚至还要亏钱 原因是多种多样的 比如主角换人 本次剧场版主角换成了笔克和孙悟范 这让习惯孙悟空和被吉他的粉丝一时之间无法接受 比如画风采用三炫二 三炫二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作画崩坏 增加打斗流畅性 视角更加灵活 但是会让画面呈现游戏感 部分画面表现力也会降低 比如前期宣传法力 东映对超级英雄的宣传始终是由爆琵琶扮遮面 野兽误犯 黄金笔克以及最终BOSS沙鲁麦 都是上映之后才公布的 龙珠超超级英雄全球票房 龙珠超级英雄在全球范围内 取得了8656万美元的成绩 合计118.61亿日元 而前作龙珠超部罗利的全球票房是140亿日元 也就是说 龙珠超超级英雄在全球依然是一部现象及爆款作品 国外粉丝对龙珠剧场版一点不挑剔 任何类型的动画他们都能接受 龙珠超新篇章开头剧情公布 除了龙珠超超级英雄确认引进国内 还有另外一个好消息 那就是龙珠超新篇章的首页图透已经公布 从情报图可以得知 大战过后 比鲁斯大人的泡面已经做好 孙悟空 比鲁斯和维斯三人又是一顿美餐 酒足饭饱之后 孙悟空和比鲁斯摸着肚子惬意地躺在地上 另一方面 被吉他始终在修炼 黑色弗利萨已经成了他脑海中挥之不去的阴影 文字预告大意 悟空等人在西里尔星之上和加斯展开了殊死搏斗 被突然出现的黑色弗利萨打败 回到了比鲁斯星 见识到压倒性的力量差距之后 悟空还有被吉他 以打倒弗利萨为目标 继续修炼 另一方面 此时在地球上 接下来的剧情走向就很明显了 主线将再次回归地球 超级英雄孙悟天和特兰克斯该登场了